走在新加坡街头 钢筋水泥的建筑被绿植包裹 和谐共生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加坡此前推出了 2030年绿色发展蓝图 强调要建设大自然中的城市 并定下到2030年 让新加坡至少80%的建筑 都是绿色建筑的目标 这些绿色建筑不仅有外表 更有内涵 像是我旁边这一栋海军部村庄 它是新加坡政府 在社会老龄化背景下 为长者打造的一个移居空间 它的内部有三个部分 下层是公共广场 中层是医疗机构 上层是老年公寓和社区公园 走进建筑内部 这里的软景观设计 为整个社区带来了 生机勃勃的生态感官体验 同时整个空间已融合代替区隔 不仅有养老社区 还有托儿所 商业零售 小贩中心等 促进各年龄层互动 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 值得一提的是 该建筑还可以将回收的雨水 进行相应处理 用于非家庭用途的灌溉和水井配置 以前穿下来的 没有东西什么没有 现在做得很美 把花园和瀑布搬进室内 会是什么样的 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 给你揭晓答案 滨海湾花园的花园 是全球最大的玻璃温室 这里遍布着来自全球的奇花异草 包括南非的帝王花 非洲的猴面包树等 离开花园呢 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温室 一进来我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35米高的室内瀑布和绿植融为一体 然后底下呢 还有阿凡达的主题造景 云雾林坐落在花园旁边 是新加坡滨海湾花园里 自带仙气的地方 室内瀑布从山顶一泻而下 定时喷出水汽 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 最近云雾林还融入高科技 打造阿凡达电影里的潘多拉星球 让参观者开启一场沉浸式体验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观 今天看到它 它是我迄今为止 见过最美最精彩的景色 这个瀑布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就像是真的在潘多拉星球里一样 如果你看过电影阿凡达 你会感觉你就在电影里 在另一个星球上 简直太棒了 眼下绿色发展已成为 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 中国和新加坡已在 共同领域展开合作 携手应对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 李志生近日也指出 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 最早的支持者之一 在绿色一带一路方面 中心两国还有很多发展机遇 双方的合作 也将为贡献一带一路国家 带去更多绿色解决方案